逐集《喪屍樂園連環撕殺》近日上映 主角謝西艾辛寶在電影中為自己訂立了多條規則來應對喪屍 先舉幾條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項就是 首先遇到喪屍的時候 武武器在手一定是逃跑 由於喪屍行動較為緩慢 通常手腳都不太協調 要是遇上電影中最低級別沒什麼智商的Homers 快速逃跑就是最佳的保命方法 第二就是雙擊Double Tap 對於喪屍打手打腳只是召喚他們的行動 他們全身的肌肉腐爛 痛心臟或其他內臟的位置 對他們來說都是沒有影響 要徹底令他們喪屍攻擊能力的話 必定要打他們致命部位 頭部就是 而且要打兩槍 要確保他們是真的死去 第三就是有那麼高住那麼高 住得越高就越能掌握附近的情況 如果是高樓大廈 越近頂層就越有優勢 因為有時發失起來 直升機來到都可以第一時間接走自己 如果有一些發光和發聲的物品更新就最好了 因為喪屍對聲音和火光都特別敏感 危急的時候想引開對方 或者令他們一舉殲滅 這些用品都是必備的 好的 我讓你一起來 好 可真 不是